今天的话,今天是第16周了,17,18,所以还有下个礼拜,然后再下个礼拜的话,我许我们就是,要不就是,就是你把这学期的那个一些练习作业,你有做得把它存档了,那我们就缴交作业这样子,然后另外如果你有一些可能自己的心得的话,要像跟大家分享,那也欢迎可以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无论是口头上的,无论是你想要上机做分享, 或者你可以上机过程提问题,那也OK,就是大家可以藉由这样,最后一周啦,有一个互动,而不是只是单向的,然后大概就是下下礼拜,我们是最最后一周,那或者像那个有同学是说要要录YouTube也可以啦,把YouTube录下来像我这样的方式,给大家看其实也是OK的,形式不屈啦,但至少就是你可能稍微把前面的作业练习, 复习,也许你就趁这个机会,再加把那个前面讲过的课程的这个练习档存起来就好了,那如果你要做一些变化,当然也OK啦,没有问题,好,那再来今天的话,我们来看一下325人事资料分栏,那这个人事资料分栏的重点,实际上很简单啦,就是说,第一个我们把这个档案打开,那各位可以看到,在B栏里面, B栏里面的话有个信息,看到这两个字就有点感觉,栏位名称好像,这什么会叫信,因为这资料,这个是从那个,我之前在第一次上课跟各位介绍有一本那个, 什么268招,就是有一本,不是不是什么,468,468,里面的325题啦,因为这本书其实是从那个对岸翻译过来的,所以它有些东西其实没有把那个名称给全部改过,那其实这个需求非常简单, 上礼拜托跟各位讲,就是把这一栏的资料,这个是一栏,要把它分开来,分成四栏,就是一栏分四栏的意思啦,然后里面的话,每一,就是一栏里面的话,一二三四, 它其实就是每四个,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你会发现它有个规则性,每四个,也就是每四列,要把它变成四栏,一列变成四栏的意思啦,四列变四栏,四列变四栏,另外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前面有个入职时间冒号,加过来的时候怎么样,请你把它删掉, 姓名有没有,也把它删掉,留下后面的东西就好了,所以其实重点大概两个啦,一个是分栏,一个是把前面东西删掉,OK,那这个地方要怎么做会比较快一点点,那其实喔,我们第一个当然,这个是最后完成的四翼啦,所以你把它delete掉,重来,因为这个是完成的喔,那这个是怎么做过来的,如果你不会的话,顶多就是Ctrl C,Ctrl V嘛,那你可能玩完,这个 不得了了,如果人那么多的话,你不可能一个Ctrl C,Ctrl V,慢慢在弄喔,所以呢,首先当然你要用什么方式来做呢,其实各位可以想到,插入函数里面呢,我们前面有讲过用过,比如说,检视与参照里面,那其实你可以用几个喔,我们前面用,像,可能第一个同学会用到V6函数, 那你这,你也想说,这V6函数能不能找呢,其实喔,是不行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放弃了,不过好像蛮多同学,他就只会V6函数啦,喔,那就完蛋了,所以呢,也许前面我们有讲过其他的像什么,Index,有没有,Indirect,其实Offset,喔,这三个其实都可以达到我们要的目的,只是说呢,喔,要怎么做比较快,喔,我的习惯会用 Index啦,我的习惯啦,当然,后面那两个其实也可以达到,如果有兴趣同学可以试试看,那Index里面需要哪些资料呢,其实各位可以看到,他会第一个跟你要什么,array,array实际上就是什么,这个范围嘛,所以呢,如果说你把这个范围选起来,告诉他说,欸,我要这个范围,他会问你第二个问题,那你这个范围里面的话呢,那你要第几列,第几列的话呢,那入职时间一定是第一列啦,对不对, 那,那,栏的话一定是第几栏呢,一定是,因为它这个指的是这一个范围的第几栏,所以也是第一栏,那这个栏,特别注意喔,其实你会发现喔,这个地方一定不会变,因为一定都是这一栏,范围也不会变,一定就是这个范围,会变的是什么,列,哪一列的意思,所以呢,如果你要抓这个,是一,抓下面这个是二,一十类推, 有没有,如果到一直到三十二好了,所以你变成说,你这个地方喔,你要,只要产生一到三十二的编号,在哪把它放进去,你的资料就抓出来了,OK,如果说我今天要用index的话,有没有,其实我只要变动什么,他要抓哪一列,这个讯息就可以了,一,把它变成到三十二,OK,那,我这地方喔,大概第一个就是,我已经知道说,喔,我大概会需要在这边变动,所以呢, 这边呢,我先取笑一下,我就需要做什么呢,需要在这边先做编号,比如说我现在一,一二三,假设我的一二三四,对不对,那我就需要做什么,比如说这个是抓一,就抓他,二就抓他,三,他就这样可以,可是问题如果我今天需要什么,一二三四,那五六七八怎么做呢, 其实,一般习惯的,在做啦,不过我们,假如说我,我要做第一件事,就是说先把那个顺序先编出来的话,那用什么方式来做喔,其实,这边的话,前面我们有做过那个万年曆吗,还有印象吗,万年曆里面不是一到七吗,然后,每七,每七蓝,有没有,这边八到十四嘛,OK, 那其实那个概念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什么,如果我要产生那个编号的话,可以用先用什么,先column column,它抓到会是,现在的位置是第四栏,有没有,所以我把它什么,减掉三,打勾,一到四就出来了 如果我要向下填满,能够产生其他的数字的话,那我就怎么样呢,把它加上几倍,对不对,那这个倍数的话是由谁决定呢,由列来决定 有没有,OK,这个应该还有印象吧,它现在是第二列,所以记得要先把第二列先减掉 为什么,因为现,这一列不需要加上四的倍数 可是你下一列三的话,三减掉二的话,那就一嘛,那一,后面记得乘上四 这个有印象吧,OK,以后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套用,非常的好用 因为这样的话,可以抓到你表格的什么位置 这个其实可以配合一下index,或者像midmid,等等的,其实都蛮常用到 那打勾之后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一到四 向下填满的话,那其实我们大概到三十二 也就是说,我已经知道说哪一列了 这个数字将来就是去抓第一列 这个数字就是抓这个第二列 一时的一推嘛,所以你会发现哦 这四个就可以抓过来了 再换下一个,这四个又可以抓过来了 有没有,那整个其实都可以抓过来了 所以第一阶段的话,其实可以先第一个 先把这边的一到三十二的表,这个数字先做出来 第二个的话呢,再把这一个什么 放到index里面的第二个参数 第三个就是说呢,抓过来的资料里面 前面东西再把它砍掉,那答案就出来了 OK,所以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因为早上那个云端,那个网路上网路还没通 所以我就先把它,那其实就是这一个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它答案在下面 云端上面有这个画面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试一下 所以我们会需要 抓那个到底是哪一列的资料 那可以用Colon跟Raw把它组合起来